同學,我介紹一下 這是一個模擬分子的軟體 那你們猜猜看為什麼要放這東西 這跟我們昨天學的東西有什麼關係 這是什麼現象? 擴散,對不對 我們昨天是利用這個 綠油巾當作一個媒介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東西就像綠油巾一樣 我現在把它集中在一起 這邊有100顆球 好,那我現在讓它很大的空間 我現在把它起來這邊 它會怎麼樣? 它會擴散出去 然後呢,很快的就怎麼樣? 就在這個空間怎麼樣? 均勻的分布 你們再看一次 我現在先把它擠在一起 好,它從這邊開始 你會發現它會慢慢的散出去 好像那個氣味一樣 那為什麼會散出去? 因為它的分子之間不斷撞齊 因為溫度很高的話 稍微大一點 因為這樣子 還要很久 它還在一團對不對? 可是什麼時候會分開呢? 你看這一顆球 撞到它之後它會怎麼樣? 它就會散開了 因為它們分子之間不斷撞齊 所以它是一個隨機的散步 已經散開了對不對? 所以氣味也是這樣 因為它只是很濃 高濃度往什麼呢? 低濃度往沒有球的地方嘛 啊球越多就會越容易撞到位 所以其實呢 在我們看不見的世界 其實是這樣運作的 就是那些氣味的分子 這就是所謂的擴散 這樣了解嗎? 好 OK